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在台湾发展了10年的廉价航空 人气越来越夯 尤其2014年两家台湾航空业者 加入联航战局之后 竞争更是白热化 不过廉价航空究竟便宜在哪 飞航安全和服务品质是否因此打折 都是民众心中常见的疑问 这期节目我们请到专家解惑 带您7分钟内透视联航 低成本航空业在台湾发展10年 近年来搭乘人数倍增 人气健康 不过台湾民众对于联航的消费模式 大多意志半解 甚至对联航的飞安存有诸多迷思 有一些谣言说连架航空这么便宜 就是因为都是用老旧的飞机 大部分的在台湾的连架航空 反而用的都是新的飞机 因为它在省油的科技上 座位署的安排上都是最有利的 所以可以进步把它的成本降低 连航公司精算成本 新飞机燃油效率好 减少油耗支出 大量采购单一机种压低采购成本 机组和维修人员 只需要针对特定机种的飞机受训 人力培训调度和飞机维修保养 跟着省钱 同时新飞机更是吸引人气的宣传亮点 带来广告效益 只不过新飞机摆在眼前 民众心中的疑虑似乎还是无法消除 因为连架航空它就是本身就比较便宜 相对来说其实对他们的飞行安全的话 我比较不信任 我宁愿去当中华航空 其他长龙航空 比较有牌子的这样子 生命比较重要 连架航空我们国家才刚起步 外籍的连架航空 就我的印象里面 在台湾并没有很显著的 飞安的不良的记录 它是一般大众的预期的心理 只需要时间去改变 消费者认为便宜没好货 业者沉浸 连行票价低 不代表飞安品质也打折 但 确条薄卖对的话 都没有随抒售 所有海人总统都持续 同ив照bour됐 也就是说 优 Firino 因为低 Extinction 你责任没有 perto 还按 seu腹 使 collectively责任 责任你 sinks包含 你去责任 注意应该责任 责任 你有责任 责任 mam 是由管理官的管理官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主管國內民航事務 強調把關非安 以示同仁 不會因為傳統航空 或是低成本航空的 引運模式不同 在審核和機卡上有差別待遇 不管是連架航空 或一般的航空公司 我們對安全的監理上 其實是一致的 手冊的標準 人員及格的標準 甚至於空服員的篩選 標準的篩選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安全不會因為票價而有高低 目前民航局 有60多位航空安全檢察員 負責國內200架飛機 和外籍飛機的安檢抽查 我們跟國際監督是一樣 就是重點查核 就是第一次每一家都去看 發覺有一家的表現 分數比較低一點的時候 這一家就會形成重點 就會加強查核 另外一家有80幾分 那我可能 基本上查核的試數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 整體的效能來決定 查核的頻率 事實上台灣的飛安水準逐年提升 以數據衡量 國內飛機每百萬飛時 發生殖民事故的比率 年年降低 和全球平均試試率相比 國內飛機的試試率 從去年開始低於全球平均值 顯示台灣的飛安表現 已經從20年前落後於全球平均水準 引頭趕上 然而今年國內外接連發生 重大民航事故 使得飛安再度成為 消費者高度關切的議題 民航局和航空公司 維護飛安 確實仍有檢討改進的空間 就有飛行員指出 目前國內飛行員人力缺乏 導致普遍勞動時數偏高 呼籲主管機關證事 一般來講民航法規定 一個月不能超過一百小時的飛駛 一年不能超過一千小時的飛駛 一般的飛駛在七十小時左右 那目前來講台灣很多航空公司 都在飛駛都已經超到九十跟一百了 那這當然就是 在短期上來看 這是OK的 譬如說今天是暑假 大家都多加點班 就跟所有行業一樣 都有加班的period的期間 那你可是你如果長期這樣下來 一定會對這個飛行安全 跟飛駛的身體的健康 會有影響的 另外深夜飛行或起降的航班 也就是航空業俗稱的紅眼航班 無論是傳統航空公司的 國際長途航班 或是聯航低價促銷的深夜航班 都讓基礎人員無可避免的 必須熬夜執勤 這東西的確是會對 飛行安全有一些影響 譬如說你的白天 你工作六個小時 跟你在晚上 零點到凌晨六點工作六個小時 事實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你要去熬夜 就算你有睡覺的話 跟你的生理時鐘是不一樣的 工作時數 時段和強度 都會影響機組人員 知情時的專注力 民航局監督航空公司 對疲勞風險的管理 除了規範航空公司 給予機組人員 知情前後足夠的休息時間 降低疲勞因素 還會抽查電腦排班紀錄 鼓勵民航從業人員 主動報告飛案事件 必要時祭出民航法 對航空公司開罰 對航空公司的罰管其實蠻嚴重 最少是六十萬 最高一次就三百萬 他可能一個空服員 他的疲勞管理沒做好 會罰到六十萬到三百萬 用這種重罰的方式 讓航空公司你不得不重視 這樣的問題 國際低成本航空公司 加入市場戰局 讓航空業競爭更為白熱化 業者比價錢 比時段 樣樣禁禁計較 然而攸關消費者 最重要的飛航問題 主管機關持續透過抽查 要求業者改善 和罰款等多種管道 確保品質 畢竟機票可以打折 飛航安全 卻是一點折扣也不能打 中央社界張智燕 蔡玉婷 王依文 台北採訪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 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 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三十個據點 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 掌握全球脈動 哈囉 我們是五月天 在這邊呢 呃 要請所有 關注全世界大事 小事 新鮮事的朋友們 一起來關注 中央社 中國大陸在台灣海峽 中線西側畫設四條新航路 為獲兩岸共識就片面公布 交通部和立法院接連表達 把我方不滿 呼籲中國大陸 避免片面改變台海現況 盡速協商 解決爭議 中國大陸日前表示 2007年就和美國等國 航空專家合作設計航線 不過美國國務院卻澄清 沒有參與此事 美方強調已經知曉中方要推動新航路 美方主要關切的是飛航安全 我們相信沒有步驟 必須擁護飛航安全 是全國國的國內 至於先前雙向原生 國旗所引發的爭議 國務院拒絕說明 美台最近一次的談話 只強調雙方著眼於未來發展 会继续往前走 中央事集的廖汉源 华盛顿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美国总统欧巴马 25到27号访问印度 参加共和日庆典 并且与印度总理莫迪对话 预料欧巴马将加强 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并且借此重新平衡 美国在亚洲的外交关系 不过就在欧巴马访问前夕 印度和巴基斯坦边界 冲突再起敌对加剧 印度国安单位加紧戒备 以免好战分子趁袭攻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还中 Haddad 是否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